大家好,我是阿萨尔社区的刘老师 最近在市场上出现了非常多的假冒MT4软件 那么很多投资者上当受骗 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讲讲 关于识别爆版MT4的几个小技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手机版的MT4 正版的手机MT4都是连接了麦达克公司的服务器 在MT4里面是可以搜索到各大MT4服务的正规机器杀 比如说你搜加胜 那么就能够找到他们的服务器 如果你在上面搜不到经济商的话 那么这个MT4一定是盗版了 这个可以说是识别手机盗版MT4最简单 也是最快速的一个方法 我们再来看一看电脑版MT4 电脑版MT4的话它的识别方法有三个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安装包的大小 大家对着安装包要右键打开这个属性 先看看这个安装包大小 那么如果说是几百K到几兆的EXE执行文件的话 那么就是正版的 因为正版安装程序的话 是需要连接到麦达克公司服务器的 安装的时候需要从服务器获取安装文件 所以安装程序非常小 如果说安装包的容量在十兆 是几十兆的话 那么就聪明是盗版的MT4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方法就是看这个软件的签名 同样还是点击安装包右键属性 选中什么数字签名 查看详情 在里面要核实证出的签名或者是名车 是否为这个麦达克公司的 另外再看看它的证书时间 是否有过期 那么同时符合以上几点的话 就说明这个安装包就是正版的MT4软件 如果说不符合 那么就一定是盗版MT4了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方法 查看软件里面的帮助关于 所有的计算机程序都有关于这个窗口 主要是提供这个开发商的信息 点击菜单栏里面的帮助 然后再点击关于 在函窗的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首先有结论信息 网址以及邮箱 在最左边的位置有MT4的版本号 而右边是麦达克软件公司提供的签名 这些蓝色的链接都是可以直接点击后 进入相对应的网页中去 而盗版的MT4就不会有这么详细的信息 好了那么以上几个方法 是让我们去识别MT4 是否为盗版的这些小技巧 大家学会了吗 做万会招名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大家在选择题台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小心 多留个心点 多方查证 避免上当作片 如果你还有关于选择平台 软件等的相关客户的话 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 阿萨社区来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助到大家 那么我们本期 万会安全局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